台北水源里四元街一号 矗立一座华丽典雅的巴洛克斯建筑 这座扇形展开布局对称的建筑 静静守护内部古老的几桶机组 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这是百年前台北水道的发源地 也是台北城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为台北乃至台湾自来水发展 写下历史性的营业 1885年台湾建筑 首任巡抚刘明船在台六年期间 推行自强新政 大刀阔斧开展各项建设 期许以一余之设施为全国之范 考量台北城的用水需求及饮水卫生 1888年刘明川聘请日本专家率领景工 跨海来台执行钻景任务 就在现今台北衡阳路与重庆南路口 开凿了台湾第一口西式喷水井 以铁管钻入地下 利用地下水压经铁管喷出后 导入水槽主存 供附金出家取用 这也成为台北城公共供水的开始 它的那个打井 我猜已经是开始机械造井 知道要怎么打 打哪里 然后它就会非常的丰沛 所以下面的地压力 就会把那个水像盆水一样 就一直冒出来 然后让它存水 在都市里面配置了这样的地方 来做这个公共消防的用水 显建这是刘明船当年在开启 现代化建设下的积水作为 也是一种点状的公共水源供应措施 台北市现代化的自来水设施 则始于日志初期 当时卫生条件不佳 传染病盛行 在领台战事中 日军战死者不过百余人 因病而亡的近超过4600人 洁净用水成为燃眉之急 1896年 霍腾欣平以卫生顾问名义 来台协助卫生改善工作 建议总督府言聘英国人巴尔顿 担任专案济师 来台进行卫生工程 及水道建设相关调查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推荐权 洁准存在盛行卫生和卫生成为教授 盛行卫生成为教授 发了一封电报给后腾欣平 说明他的难处 民政局技士 高等官六等 浩野社 衛生工事調査を 職託す 粟月手当 150円を寄付す we've arrived in taiwan what a wonderful beginning we have to immediately start our investigation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师徒二人四处奔波 針对卫生工事 进行调查 也试图找出解决之道 sir there's no deck in the touch river in the upstream tidal area a great deal of refuse has collected on the riverbed mr.hermano a great deal of debris has collected behind the dwellings there is refuse throughout the environs in the water and on the land 9月 巴尔顿向总督府提出了 衛生工事调查报告书 to explain his advice to the the best of the urban plan the basis of the urban plan lies in improving the water supply and the sewer lines thus city's sanitation situation is quite severe if there is to be infrastructure built it will have to start from destruction before this water usage in the early period was primary through drilling wells the overflow from such drilled wells could be diverted to the public sewer to dilute the sewage when the Taipei waterway is built in the future it should have the surface water as its primary source 1896年起 师徒两人在台北近郊四处踏查 寻找合适的水稻水源 now that the plum rains have ended the weather seems to be getting hotter we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upstream stretch of the schindian river the water here is very clear oh that sounds like shots from the valley let's hide behind this border oh sir your face is blessed and you have a fever have you come down with malaria let's first head back to that 来台调查三年后 阿尔顿不幸染病过世 兵野密斯郎继承老师一致 肩负起台北水稻的新建工事 浜野さんはバルトン先生の教授時代の最後の学生なんです もちろん最も優れた学生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当然言えることなんです 浜野さんはバルトン先生を大変尊敬していました 浜野さんはバルトン先生の意思を継いだわけですね そしてバルトン先生と二人で立てた計画を一つ一つ 1907年台北水道開始動工 参照バルトン生前所規劃的三個水源選址方案 则定自公館观音山脚下的新建溪盘設立取水口 引取原水 第一个是在淡水那边 它的水質是最好 但是水量可能是不符 第二个就是在新建溪上游 距离比较遠 进水以后再輸送到台北的都会区 是比较不符成本 第三个就是選举在我们现在的公館进水的部分 新建溪到了这个地方 刚好是一个弯曲的河弯 本身就有一个沉淀的一个作用 那相对的水質就比较好一些 所以就最后选在这个地方 1909年台北水道水源地全面竣工 开始供水 储水量两万吨 可供十二万人饮用 范围涵盖城内蒙甲大道城 台北正式迈入现代化的供水系统 巴尔顿一首位台北水道布画蓝图 在他逝世二十周年时 他的纪念铜像也正式揭幕 台湾日日新报还以斗大标题 称巴尔顿为台北水道的大恩人 台北水道是日志时期新建的 第一个大规模都会形水道 从新电溪右岸 今天公馆附近的观音山路取得云水 藉由自然重力导流到 几桶市后方的导水井 透过室内半地下的原水几桶机组 扬水到半山腰的分水井 再流入下方直径51公尺的 圆形沉淀池 沉淀大型悬浮粒子 上层清水在顺势导入 下方的方形过滤池进行过滤 之后顺着管线 依自然重力流回几桶市 由清水机桶机组洋水近40公尺高层 到观音山上蓄水容量达5050立方公尺的 净水池储存 再经由凉水式剂量 利用重力流沿着长长的水管 配送到每一个用户端 在这边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高层差 利用这个高度的落差 就是用自然重力流到所谓的沉淀到过滤 它可以节省当时的电力使用 那沉淀池运用的科学原理 就是利用比重 比水重的悬浮粒子 比较大型的在这一道程序 就可以沉淀下去 那过滤就是铺的沙沉 去过滤水中更细小的粒子 让这个水达到洁净的效果 几桶室是整个水道设施的心脏 是引入原水送出清水的动力核心 为了让民众安心用水 认识先进的管线供水 当年还个别为几桶机组 盖了一栋华丽典雅的大房子 几桶室为什么盖作了美 那在当时的这个日日新报 曾经报导过 当时的临死水道科科长高厂陈次郎 因为要引进对台北人 全新的用水设施 所以他觉得美的事物 可以提升大家对于这个设施的信心 这个建筑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它的动态感跟气势 就是可以满足当时 由官方在主导 自来水政策这样子的一个 雄心壮志的表征 吉桶室是日本建筑师 森山松之柱在台湾早期的代表作 留存至今的建筑图上 依旧清晰可见设计师的名字 其实森山松之柱在日本本土 已经非常的有名 那当时候他毕业设计师 他们班上第一名 然后他又念了研究所 去学习那个设备方面 所以他是一个在美学跟技术方面 都非常非常上手的一位设计师 当时候他来到台湾 主要是为了台湾总督府的净土 所以他在这个期间 一方面参加进度 一方面他就兼着 做了蛮多的设计案 吉桶室的外观 整体呈扇形设计 正面一排高耸的 希腊罗马式列柱 柱头上有着精致的勋章室 建筑两侧的角楼 还有装设繁复的方间碑 山墙和圆顶 充分展现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 山山松之柱本身是一个 对于建筑构造跟材料 非常具有实验跟企图心的一个建筑师 他采用了一个弧面的弧形的曲面 让它看起来有一种巴洛克的洞感 虽然外观是古典的 但是内部的钢筋混淆土 让它积聚在运转的时候 整个构造是非常的坚固 另外在运转的时候会产生的高温和高热 就是透过了地下的排热孔 然后从前面的花台 就是让这些热气散出 以及我们看到它的长窗 就是热气往上升 也是可以从那些窗户排出去 为了怕那些玻璃破掉 你可以看到在玻璃分割上面 是用比较小块的造型 让它看起来也有一点古典花纹的装饰 观音山上的进水池 建筑外观也别具特色 格局方正却又形式典雅 这是台北最古老的进水池 才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 以半地下室向下开挖的方式构筑而成 为确保水质 从里到外还有许多别出心裁的设计 整个底下它是用AB两槽 然后另外一个当作预备的 到了后来也会考虑到彼此之间的调配使用 基本上为了保持水源的干净 有这种倒水墙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让水在里头能够活动 表面在附土避免污染 顶上再加上这种通风的设施 这个通气孔它是用螺旋形的方式 外部的空气要旋转进去 那可以做一个循环跟调节 我想这个是一个维持水池的 一定的清洁的一种方式 只是随着台北人口激增 城市范围不断扩张 台北水道开通后的第四年 就已达到供水极限 随其在园区预留的增建空间 展开第一次扩张工事 供水政策上 总督府也从做检讨 由原先鼓励性质的放任积水制 改为计量积水制 试图以以价质量的作为 减少加户用水 随着这个用水的人口越来越多 需求越来越高 尤其是在夏季 尖峰用水的时候 造成水量不足 那一直到了1925年 就把这个放任积水的方式 改成所谓的这个计量积水 有一张报纸 上面特别地刊登 有一个日本和服的女生 那她特别拿了一个水桶 以及一个所谓的水表 提醒民众这个计量积水制的时代来临 1925年 台北市人口突破了20万大关 整个城市大规模向东扩张发展 公共用水吃紧 寻找新的水源实在必行 1927年 台北水道启动第二次扩张计划 运用大屯山南路竹子湖 及沙茂山干净丰沛的地下泳泉 规划兴建草山水道系统 担任审查督导的左野藤次郎 也是巴尔顿的学生 他负责就当时 用野信之城的设计初稿 提出整体设计方针 先生 これが一番初めに私の計画した 草山水道の設計図です 長野君 水質検査からしても ここの湧水の水質は素晴らしい 起爆処置だけで十分だ 沈殿路下は必要ではないだろう 八田佑一さんと市川佑一さんは 大豚山で3カ所の湧水を実地調査した後 一つ目と三つ目の湧水の量が豊富なので 優先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たのです なるほど 第一水源は海抜541メートル 第三水源は海抜303メートルある ここはまさに台北高地において まれに見る天の恵みだ 高落差を利用して水力発電を行い 水道の設計において 高圧効果を使って水圧に対処することを提案するよう また山地であり 多くの有用の噴出口があり かつ少なからない警告もある そのため 鉄筋コンクリートの水道橋を仮設し 市内に送水しよう 歷經4年 草山水道在1932年完工通水 每日新增近3万公噸用水 1943年 又接続開辟了第四水源 清澈的湧泉沿着水管橋和水管路 跨越深磋滑越深磋滑入山脚下的原山竹水池 在经由明治橋越過激潮河 將水送往台北城內 草山水道的配水管還延伸到古廷丁與台北水道連通配合 經由南北供水串連 確保台北市供水無魚 只是 未將海拔541公尺高的水護送下山 工程難度遠勝於台北水道 隱身在圓山竹水池旁的這座圓山水神社 就在紀念草山水道興建過程中不勝殉職的工程人員 也祈求水道運作順暢 東極捷徑便利的用水 是現代都市文明的重要指標 二次戰後 台北人口大增 台北市政府先後展開五旗自來水擴建工程 包括興建渾水抽水站 增加興電溪取水口原水進水量 興建蠶除山快濾進水場 每日供水二十萬噸 1977年 興電溪下游污染日益嚴重 取水口以往興電溪上游的清潭宴 台北水道水源地相關設施也供成生退 在我剛進來五十八年還在用 那時候一方面從興電機打水進來 另一方面清潭跟紫潭還在做 那時候發展很快 這個蔓律絕對不夠用 成電池跟鉤律絲通通把它拆掉 那蔓律絲粉底塗得很硬的 那打碑卡都非常非常困難的 一百多年來的這些工程做得這麼好 而為確保大台北地區的水質與水源永續 1978年政府特別立法 在興電溪上游劃定水源保護區 這也是台灣設置的 第一個水質水量保護區 1987年翡翠水庫完工 成為大台北都會區穩定的備用水源 目前台北有公館 長新 直潭 雙溪 陽明 五座進水廠 共同形成綿密的供水網絡 如果增加到什麼時候 需要的水量多少 那我們所做的這個自來水的擴建 總是找一步到位 1945年 台北自來水普及率僅有百分之二十二 如今 台北自來水的普及率已來到百分之九十九點六六 地下供水廣網超過六千兩百公里 每天送出超過兩百三十萬噸的水 供應五百萬民眾飲用 遠遠超出最初的兩萬噸 走過一夜台北自來水發展史 也見證了台北城擴張發展的軌跡 走進高場明亮的吉桶室 跳高的弧形空間沒有一根立柱 陽光自兩側城牌的窗戈中灑入 時空彷彿就此凝結 黑色古老的抽水機組 已經卸下抽取原水 輸送清水的縱責大人 成為國家三級古蹟 並變身為自來水博物館 連同觀音山蓄水池 涼水市 渾水抽水站 串連成今天的台北自來水園區 而草山水稻依舊維繫著百年前的供水系統 並在2004年指定為試定古蹟 予以系統性的保存 成為台灣第一個還在運作使用中的水稻火古蹟 它是象徵了台灣整個都市的進步 有了這樣的自來水的系統 衛生的工程 才能夠確保都市裡面人的健康 隨著台北水稻 草山水稻成為台北乃至台灣的文化資產 以及水資源重要的產業移植 我們飲水思源 了解了自來水的來龍去脈 只有更珍惜與感恩這些走過百年風華的歷史之源 並且從織水、釋水、清水 進而洗水、愛水、護水 重新喚起人水之間和諧共生的關係 賞水和諧中 賞水豫都在寶櫻中 ыт滅水中 賞水水中